定期不定期的召集这方面的座谈会听取意见 而且也要召开像今天这样的一些现场办公会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借此来鞭策自己 应该说是一种鞭策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大量的问题 不是说没有好的处方 而是没有人去动手解决 所以现在的话呢 我说要提倡行动之上 理论方针政策部署都有了 由谁去落实 所以从这个角度强化 抓落实 新闻召集这方面的座谈会听取意见 而且也要召开像今天这样的一些现场办公会 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鞭策积极 应该说是一种鞭策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大量的问题 不是说没有好的处方 而是没有人去动手解决 所以现在的话呢 我说要提倡行动之上 理论方针政策部署都有了 由谁去落实 所以从这个角度强化 抓落实 在这 gentle方针政策中的时间 这种角度是可以祝福的 或者看一路的 Triana 在这路上 突然这么多仍可 都给你们看了 就是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